4月22号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举行出新始发地再创新奇迹主题发布会 上海市市长龚正在会上透露 经过接续努力 上海已基本建成国际五个中心 经过接续的努力 上海已经基本建成国际经济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行营中心 我们讲这四个中心 同时形成了具有全强影响力的科技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框架 公正表示 今天的上海经济发达 实力雄厚 2020年 全市生产总值达到了3.87万亿元 总量的规模计升全球城市的第六位 全球的金融中心指数 还有就是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发展指数 均排名世界第三 口岸贸易的总额达到了8.75万亿元 位居全球城市的首位 上海港的集装箱的吞吐量 去年达到了4,350万标准箱 那么连续已经11年位居世界第一 公正介绍今天的上海创新踊跃 活力迸发 2020年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占上海的GDP的比值超过了4% 达到了4.1% 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集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85家 外资的研发中心486家 国家级的研发机构85家 设立各类的重创空间超过了500家 建成了上海光源 蛋白质中心 等一批世界级的大科学设施 当被问及未来上海如何定位时 公正表示 面向未来 上海要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未来上海将在强化全球资源配置 科技创新测源 高端产业引领 开放门户枢纽等功能上下更大功夫 深化上海五个中心 持续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公正还特别提到 上海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政策措施 将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国际数字之都为目标 推动经济数字化 生活数字化 治理数字化 本集完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